欢迎来到本期群黄98C的比赛解说 这段比赛是CD姐姐打着飞舞的键盘 飞舞的键盘一组两文 CD姐姐是三文 开场键盘用克里斯 对抗姐姐的比例 那么克里斯开场就是一个滑闪下推阶后抓的招式 飞舞的键盘也是平台一线高手 连招比较稳 而且她的三文技术也是超强的 那姐姐呢 姐姐属于花石联玩家 一直超前连招超前 但是好像他们两个都很强 这就对了 克里斯现在又是一个连续滑冲 开场就把姐姐的比例给带走了 可见键盘的玩法也是很猛 她知道打姐姐一定下手要狠 如果被她缓过劲来 那可就不好使了 来看姐姐的大门 现在大门先给一个跳特地 反身为后跳 让她闪身 重传出击 跳特地进行一个追控 克里斯后面跑跑到反身为之后 也是想逆向过顶 这个逆向过顶没有太成功 大门倒是反手一个抓拉过来了 下轻角两点 稳住 跳特地强下空 克里斯还想用几个闪线闪出去 她想多了 那么大门后面怎么办 大门轻角两点 直接抓了一手天地反 还想再用里头 这个里头貌似出的有点早了 抓不住的这样子 那克里斯呢 克里斯是一个暴击状态 大门两点天地反又上去了 现在再给一手插大外哥 拦至善狐 键盘的基本功也很好啊 刚才几个闪身 让大门没有抓住里头 再看大门再跟过去 头上还用一个根反取消 那么现在键盘下一个角色 也是大门 第三个回合 看键盘这个大门怎么样 键盘这个大门先跑跑一下 给一个cd 紧身一发插大外哥 拉个里头 然后咱们再跑跑进身 不料 被一个蓝之三给拦了过来 不 蓝之三三十 大门再紧跟上去 跟一手头上扶 中头上扶两段 漂亮 来一个超大外哥 继续后跳在地 前跳在地 哎 一不小心被撂倒了 进身超大外哥 进身 来个里头 大门再进身 给一个天地反 又是一套常规的进身 板地还打无线连键盘可以的 两次突上扶之后又一个 对 这是可以把姐姐给一套连似的连法 比较厉害这种连法 蓝之三 一套带走了 特瑞会不会 被这一套给激怒啊 因为下一个姐姐的特瑞 看特瑞怎么打 姐姐被激怒以后 特瑞可能也要爆发 第四个回合 来看CG的特瑞 大门又直接爆气了 剑盘今天势必要抱住CG姐姐 双手一推 朝前要对空 好 中拳天地反 漂亮 姐姐已经无计可施了 但是还是使用一个滑铲滑了出来啊 倾角一点 蓝之三骗了出来 哦 跑抓一手天地反 CTG怎么回事 他也又慌的时候啊 起身欲愧把你撂倒 今生一个超大哥居然没有中 键盘也慌了呀 嗯 两点过去还是中招了 直上能量喷泉接大灌篮 滑铲扔一下 键盘剩一滴血后跳地 一点血掏一脚或者一个轻功 就可以带走大门 蓝之三带走了 伸一拳就带走了 来看键盘 最后一个板翅梁 这都是随机到的 就克里斯是主力了 看板翅梁的 板翅梁先跳两次CD 特瑞使用了滑铲40T 板翅梁再用一个下盘攻击起手 但是还是被特瑞给滑了上去 特瑞简然就是滑铲怪啊 两次能量喷泉之后又接一个人 好 重刺假逆向 板翅梁强反帽子交到晚了 下中角能量喷泉 CAT姐姐拿到了一份 接着看下一局啊 姐姐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键盘其实差点就赢了 应该说 可惜后面是没有扛住 后面有点乱了 接着 继续一个主力两个随机 这一把键盘随机叫了 神冷清和龙儿 两个超秀的角色 那么姐姐用雅典娜 作为首发 雅典娜可是姐姐的一个主力哦 一定要小心了 雅典娜首先开波 龙儿快速愉悦过来 雅典娜好像在吸 龙儿在这跑跑过去寻找机会 想抓一个指令头 刚才很明显 但是看到姐姐出来了 就没有再抓 现在龙儿舌边甩一下 哎 没吸住 龙儿强抓直领头 然后大抓要不要接 不接 其实可以接大抓的 连缓套路姐姐很难套了道 不如直接开个大接过去 乱舞 龙儿没了 刚才不接 现在想接也没有机会了 被衔接这一套 必死无疑 C的两段凤凰之剑带走 来看废物的键盘下一个人 神了千贺 这把键盘用克里斯这个手底了 带卡生了千贺 天贺手开住职 雅典娜两点接乱 哦 声道空中一个CD 两个CD 凤凰之剑反弄 一甲贴凤凰之剑 上了取消凤凰之剑 波机一个下中角 接乱 哦 声道空中 再给一个凤凰之闪 光水晶 波没有闪到 收了 想秀一发 没有秀起来 好的 键盘生一个克里斯了 姐姐选到主力之后这么恐怖的吗 来看键盘的克里斯 现在克里斯开场就被空逃 后皇之剑落地个飞点 中拳出击来个波加制 然后再用下击两点 哇 这个接着方式绝了 你强反 我再次给你一个吸 键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散光雪晶波空中带走 2比0 剔头了呀